好,那接著我要做出 把這個金上面生滿刺 那所以呢,我把這個金轉成ADIAL的PALY 然后进入它的刺物件PALY-模式 选择我要有長刺的区域 如果你整根都要長就都選 那如果你只有局部要長 比如说中间这里又不长 那就变成这样子选 如果你这里要放叶子 是可以在这里不长 OK 好,那我就选这个样子以后 直接,刺物件不要取消选择 直接关闭刺物件 click一下 然后选择种子 种子是我的刺 到create,compound object,scatter pick种植面 那pick种植面的时候 这一根看你还不要留 如果不要留 选move,移除 如果要留,选instance 它就会保留住 那我选择move,移除 pick 就是种子pick 种子表面 pick它 然后它就会生成 好,就会有刺在上面 那我们到modify面板里面 做参数调整 大小呢 你可以缩小 不能再放大 还有呢 你应该有注意到了 现在它插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我刚刚把pivot往上移 所以它才能够缩下去 在这里 好 刺的大小是不是不能改 还是可以改 还是可以改 这个scatter有次物件 刚刚的次物件是什么 operant就是它的次物件 次物件我有clone 这个是种子表面 这是次 clone03是次 还是02是次 都被我转成editpally 好 所以这个是次 那我可以在这儿 选到editmatch 然后现在在哪里呢 scale看看 在这里 不对 这个是 那个金 所以看一下 它的operant 那还是这个东西 看一下 在这里 好 我还可以在这里调整 当然它物件 你现在 因为它在原始的位置 可是它升到这里来 所以 这个是一个次物件的编辑概念 我是可以在这里再做调整 好 那先了解一下 就是即使是 已经做了scatter 它是它的运算因子 所以我还是可以退过去 找到它来改就是了 好 那先往下看 那前面这边都不要管它 就往下看了 平行排列 这是数量 复制数量 然后你 是不是要平行排列 平行排列很难看 我们这个物件不要 好 然后呢 我希望只有我所选取的面会生成 所以选这个 这样它就只会在我刚刚选取的面上生成 底下是它种植的方式 各种不同的种植方式 乱数的面 所有的edge 好 所有的点等等 这边我觉得比较适合是用even 然后调整一下数量 好 那我觉得有点大 说一下大小 这样子大概可以 所以我就得到一个 好 完成的 有次的一个 物件 那这个 还没有完 因为呢 目前它是skater生成的 所以它的pivot会在原始物件那里 种子的地方 它做的过程是这样子 就是选种子 选种子面 但是pivot会是种子 那所以我要在这叫做pivot pivot到物件中心 然后我比较想要放在 不管你要放在头放在尾随便你 好 放在尾也可以 放在头好了 然后 然后reset xfoam 这个东西做过这个操作也要做 reset xfoam 接着 再转pilot 那又可以再做成 paste the phone pick paste 然后再转 那 调整一下 看一下 OK 方向是对的 那 负100 到0 可不 好 没关系 它既然 还是这样 那等一下 设定动画的时候就要改一下了 好 这根可以长了 OK 那我就有这一个物件 那我就可以设动画 设成一开始这样 然后动文音音长出来 好 长出来过程中 这根也可以设动画 就那个路径还是可以设动画 因为 我在这里做路径的变动 模型是跟着变的 所以 它可以有生长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 飘动是可以做到的 OK